记者吴正廷金门报道,2017金门坑道音乐节今天在宅山坑道登场,京剧大师朱璐豪不仅高唱空城记,也在大提琴家张正洁的琴音催动下,一度哽咽,全是霸王别姬,充沛又游刃有余的唱功搭配典雅的弦乐,轻易征服进场每一颗乐迷其带的心。 迈入第九年的金门坑道节,除维持现场花岗岩壁的天然音箱,特别用心在灯光气氛的营造,用投射在灵循岩壁上的梦幻蓝光影打造乐曲的质感,搭配姚江扬起的炼焰,播光,观众一步扫心就陷入悠扬的乐曲声中。 首次在坑道现生的朱鲁豪也被这巧夺天宫的大自然音域给征服,他说,十岁以后几乎年年到金门落军,从未曾在坑道表演过,不只是空城记,还有以大提琴代表霸王,笑提琴象征鱼姬的对话,这种世上绝无仅有搭配,意义非凡。 他说,尤其当霸王在坑道唱道,立法山西气盖式已经有点哽咽。 音乐总监张正杰指出空城记和霸王别姬都和战争有关,希望透过这样声音的诠释,为世界带来和平,祥和。 一名住在新北市的李姓老师说,很震撼,尤其在音乐的节奏还听到澎湃的海浪声。 一名银行上班族说,很值得,回去要贴脸书分享。 首场的200名观众用持续的掌声和安可声表达对音乐家演出的肯定。 美中不足的是,有进场观众反映,亲眼看见受主办邀请的贵宾,为遵守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要求现场不能拍照,摄影机倚靠栏杆的规定。 金管处表示,对于为遵守禁止拍照等规定的贵宾,将会进行道德劝说。 金门坑道音乐节分两天,七场次进行,约1400人透过秒杀献上报名成功,其中约有一半专程次台湾达基比金领赏。 首日的金剧VS四重奏有四个场次,明天将登场的坑道歌剧院,邀请首屈一指的女高音蒋喜珍,南高音网点,以弦乐四重奏伴奏,演出后宫右拐等经典歌剧。 轻歌剧集快智人口的曲目。